一般说来 倒叉门女婿的地位确实不怎么样 那么作为男宗女婿的古代倒叉门女婿地名怎么样呢 大家好 我是北派说书人 女婿这个词是一种称谓 反正女儿的丈夫 在我们名叫 上门女婿就是通常所说的倒叉门 学名叫做入正 她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婚礼习俗 上门女婿是男子进入女房家庭劫持的婚姻关系 除此之外 筹败酒席的结婚费用则是女房承担 结婚之后 男方要住在女房家里 这有理吗 没有理 但是这样做 很多人会认为男方是一个没可能的男人 说白了就是吃软饭的人 那么有人就说了 上门女婿在女房家里 地名一般都很低 而且处处都生气 感觉像是女儿出嫁来 到处是别人家的人 这句话说得也不错 不过要是说起来 我们要先从入正的游览和发展说起来 据记载这个入正制度早在冲秋债国时期里已经出现了 著名的债国时期 齐国政治家思想家陈云坤就是上门女婿 要知道在债国时期啊 齐国属于比较富裕的国家 因为它靠海的业业比较丰富 工业商业比较发达 尤其是同期的知道营养地下 深圳不得女子们喜欢 或许是因为齐国基地霸达的女子 而大门这些女子也是积极地参加了各种工作当中 尤其是纺织品的加工等等 在经济上享有福利的地面 或许也是一个意思啊 他们在婚姻问题上有着很大的自主选择权 这有毛病吧 没有毛病 经济强大 而且可以刺激楼框的发展 甚至思想的改变 而我们的主人公崇宜坤就是一位群才 不得把你嫁给了齐国 这叫做永远借礼儿家婚 若是按照齐国女方规矩啊 崇宜坤的名字 这个昆子是女方女婿的 而孔子其实是主带的一种刑法 就是替取男子的头发 称为光头 而崇宜坤又对到女皇家 遭到了那种无厉的婚结之行 就是剃去她的头发 那么有人要问 古代就是男宗女婿嘛 而且身体发生瘦之与父母 这样一来 视频也得过来 这个问题很好 没办法 男宗女婿是有怎样 谁让人家公里有些有能力呢 男宗女婿的婚礼 只能是给我的看 而在亥数当中提到过 罪之女家贫 无有聘财 以身为之 这里入罪的罪 不是人这个意思 说白了就是 你是群嘛 你是没有钱娶媳妇嘛 那就把自己当做人 给抵押给女方 这就是上门女婿的含义 史记 秦始本 即当初有记载 33年 发中场赛王人 罪婿 想人不愿娶入良地 大约就是秦始皇 曾经下令 入罪的女婿和罪的上人 头上前线 开发便将可见 上门女婿的地位之低啊 而在稀骇时期 泰武的曾经也效仿 请什么 让入罪的女婿的七历人 远行西北 讨伐兄彼此可见 入罪男子的地位 依旧很低 那么有人要问了 这群也是罪嘛 哎 别说这群还真是罪 从古到今 人们就是笑贫不笑长的嘛 然而经历了几百年之后的 唐宋时期 上门女婿的性质上婚族上 乏色的一些改变 地位稍微好的 未婚的小女子 娶夫依然称之为坠婿 寡妇娶夫则称之为尖角婿 哎 这里有点意思 而且与华花大闺女的坠婿不错 这里的寡妇要往前夫家里面 招夫后入门女婿 承担前夫的盲户 而且必须把自己的姓 改成这个寡妇前夫的姓氏 这有毛病吧 没有毛病 还是那句话 咱群啊 圆明屈时期倒是大同乡 虽有区别 但是大体讲书不是一样的 而且接近我们 懈怠罪群的那种假律的思维 男子到我们房家入罪 百无余的废物是多子的 说本来还是群 一座上门女婿嘛 但是如今的社会 虽然说我们还是对入罪很贴见 但是如果两个人相亲自己 相亲下来 照样是别人所陷入 令到大家身边有没有追寻 他们的生活 我们知道吧